主席 本院同仁 外交部董次長 以及所謂先進 主席我請董次長 次長早 說實在 作為外交部曾經 的一位同仁 有時候我們對外交工作的困難 是非常瞭解 所以外交工作的確也是需要 bipartisan的一個努力吧 這樣你同意嗎 不同的政黨當然會 給我們外交部做執政的人 不同的壓力 我想在處理這個方面 我記得我在二十年前 將近二十年前第一次到外交委員會 還是潛副部長的時候 潛副先生當部長的時候 那時候你在哪一個職務 二十年前是一九 潛副部長 當部長的時候 我在紐約聯工小組 在聯合國的工作小組 後來你在國際組織方面 也當過市長 國主司 然後再到駐美處 很多單位的 到希臘 到希臘到美處 所以這方面經驗很豐富 所以你父母現在是國際組織師師長 他舔為國主司的掌門人 所以你們這是有經驗的傳承 所以來了解一下國際組織這非常好 這個請教一下 這個 剛剛幾位委員都提到 這個NGO 譬如說婦女地位的這個案子 那個時候你已經到了 你有重複的地方 我們就省略掉 已經前後是去參加多少次 你主政的時候 你主政這個國主司的時候 這個 我們原住民 我們婦女團體 參加聯合國NGO 這個 你也主辦過嗎 原住民我主辦過 婦女好像沒有 不在的時候還沒有 但是婦女去11次了不是嗎 11次 那就是我 那個我們相關的 國主司的同仁 是不是能夠協助次長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 是副次長嗎還是誰 因為 是不是 11次是不是 不是 是從哪一年開始 1998年 對1998年就去了 我的了解一直都還算順利 什麼時候開始不順利 我的了解是2008年才開始不順利 這個是不是請次長回去了解一下 就是說了解說為什麼 為什麼 要不要請我們的副次長是 你是哪一位同仁 可以啊 因為不可能次長部長所有都了解 要請相關的主司 來協助一下次長 到到沒有一起一起一起 就補充一下 那個什麼時候 是不是從什麼時候才開始 這個我們 持中華民國護照的這個 我們的婦女領袖還是原住民 我們先救原住民 婦女好了 剛剛都在講這個 什麼時候開始發生問題 2008年 是2008年 為什麼 這個事情應該是就越來越好 怎麼可能突然間 發生了這個問題 尤其又是NGO 尤其全世界都重視的婦女議題 我們有沒有覺得說這個 這個 那麼這樣講 好了 這四年來我們採取了什麼作為 希望能夠突破這個困境 因為以前沒有發生這個問題 沒有道理 我跟 我可以回答嗎 所以我在想說你的經驗 因為你的經驗的時候 可能是 那時候你是 我記得你當國師師長的時候 應該是順利的 你當多久 對不起 我知道你當過 但是我忘了你當多久 那個職務 那個職務 我是整整兩年 2003到2005 對啊 我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 關於這個婦女這個部分 因為它是聯合國的這個會議 那麼事實上這個問題呢 不是在2008年才發生的 只是在不同的會議裡頭 就發生不同的這個情況 不同的會議發生相同的情況 最明顯的例子呢 是我在 日內瓦的時候 參加WHA 那我在1998年到2001年 我年年都去 委員那時候可能也都有去 那我們用中華民國護照 都換證 一點問題都沒有 那到了2001年的時候呢 那後面就開始陸續發生問題了 那個時候的問題在哪裡呢 那時候是因為剛好2001年 美國發生911事變 嗯 安全問題呢 就造成大家 全世界都很關注的一個問題 好 比如說那個時候就 中華民國護照就 遭遇困難 他們在零零星星的 有的時候是在這個組織 有的時候是那個組織 但是我們 當然知道這個情況 也是滿意 我們對我了解 我們都了解這個 我們一直在維護這個 我們國家的主權 中華民國護照 就美方來講 是很好用的 我們的一般的觀光旅遊進去 有的其他護照 倒還不一定那麼好用 但是是我們的官方代表 我們的相關的代表 在國際組織受到打壓 這個我們也都了解了 但是沒有關係 我是認為說這個 尤其是救這個原住民 救婦女這個 全世界關注的弱勢團體 他的道德正當性非常的強 沒有理由任何一個國家 在這方面 就像WHA 這個就人權人道醫療 我們這樣的一個正當性非常出 所以我們不斷的有進展 對不對 甚至一直到這個 Tommy Thompson 在日內瓦都替我們發聲 我想這個 大家都很清楚了 那麼包括說 我們在2000年 2000年之後 美國相關的政府 在講說台灣是美國的好朋友 這句話是哪一位首長講的 台灣是美國的好朋友 他們很多首長都講過這個話 比較最高階的了 哈哈哈哈 台灣是民主的典範 所以我當然 如果一般的 一般的 那個科長講的 市長講的 這個 當然不同的分量 這個每個人在 人生的職務的歷練都不一樣 當然我是要講 謝謝你 謝謝 所以我是這樣講 我是要提醒說我們的同仁 外交 我剛剛在講 我第一次當外交委員會的委員的時候 將近20年前 我們硬邀到外交部去編這個預算 去了解預算 前副部長 先就要編這個預算 做跨黨派的來說明 我在那個場合 我們要求所有的 還是建立 我應該說是建立 我們所有的委員 大家支持外交部的預算 因為這是很辛苦的 用相關的援助 不要說我太難聽了 做一個外交部曾經的議員 我們不要講 不適當的形容詞 我們都曾經經過很辛苦的階段 所以這個階段 我希望外交部的同仁 在處理這個事情的時候 一直都秉持的 誇黨派的 因為不是只有兩個政黨 沒有一個人希望看到台灣的國際地位低落 我想這一點是沒有問題 那外交部的同仁 作為低線的戰鬥員 尖兵 就這個地方天天接觸到的 都是受擠壓的 都是針鋒相對的 我們是來用智慧 所以就剛剛復理這個議題 希望能夠 目前我們的外交部 最近兩年是採取什麼的哪些方式 在做聯合國 因為你在聯工小組做過嘛 我們外交部要有哪些的方式 接觸了哪些官員 還有其他的 周邊的國家 我們友邦的國家 怎麼協助我們克服這個問題 我們的婦女 現在婦女要選總統了 婦女當部長這麼多了 婦女的議題在全世界受到重視 這麼多國家的婦女 已經當了這個總理 包括德國 這個都很清楚 包括柴奇爾夫人 翁山書記 這都是熱門的電影 沒有理由我們的NGO 我們的婦女代表 要進去聯合國 受到這麼大的取入 這點是不是智掌 能夠救 目前外交部過去兩年 採取了什麼措施 要克服這個問題 明年 已經有這些問題 明年要採取什麼措施 是不是能夠 方便的時候 給本席一個了解 謝謝 謝謝陳委員的這個 指教 我想我就在這裡 先跟這個委員 先做一個初步的報告 謝謝 那麼事實上 我們的這個婦女 以及原住民團體 到聯合國去開這個 NGO的會議啊 是確實在過去幾年 遭遇到一些問題 那麼我們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也就不斷的在努力 我們透過什麼方式呢 透過我們的友邦 透過秘書處 那麼也透過最重要的一個 這個好朋友 美國 那麼在過去幾年的這個努力之下呢 有的時候是有成果的 有的時候還是會碰到地啊 就像我們剛才部長提到 在今年的這個婦女會頭 有十七個人 有有有十一個人獲得獲得證件進去 那還是有五六個人 沒有獲得證件 其中有一位啊 我就舉一個例子 他是我們外交部的同仁 那麼他也就是拿中華民國的護照 那並沒有說拿什麼駕照啊或什麼 他還是被獲准進去了 那麼問題就是說 在這個努力的過程中 仍然會再遭遇到許多的困擾 可是 我願意借這個機會講的 就是美國的這個亞太 國務院的亞太助勤 特別在去年的一個公聽會裡頭 Why Taiwan Matters 這個公聽會裡頭 提到說 美國是會反對任何一個 採取行政措施 來行政的阻礙 好 謝謝 來片面決定台灣的地位 他們會反對 他就是看到這個問題 我們也跟他反應過 所以他在講說 他們會反對 我們也相信 美國事實上 美國日內瓦方面 我們都有接觸 也透過不同的管道 去跟聯合國的這個部分 謝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 希望在能夠再做書面的補充 還是在其他的機會來補充 阿彌陀奇 前副國務卿 昨天講的這個和TIFA沒有這個連結性 雖然他是以個人身份來講 他還是有一定的分量 我想 這個事情過去都被誤導成 相關的部門都誤導成 完全和TIFA綁在一起 經建部門 經建部門 這點您願意澄清嗎 我想 美牛跟TIFA是有關係的 我們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 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 那麼事實上是他有的這個 有他的連帶關係的 TIFA如果 美牛的問題 如果沒有獲得一個妥善的解決 我想一個妥善的解決的話 TIFA是不容易召開的 了解 了解 但是你在歐盟的相關國家 剛剛希臘也待過嘛 歐盟都是進口 沒有瘦豆菌的牛肉嘛 我想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 就 歐盟 我們不是說不愛美国的牛肉嗎 我們也是買很多美國的牛肉 買美國很多其他的東西嘛 我想這個部分 外交部有外交部立場 但是民意有民意的立場 我想這一點 外交部其實是可以用民意 來去做相關談判的一個後盾 最後 兩點 這個 聖多美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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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也都很多了 時間很緊迫 為什麼 如果當時 我們的外交關係 剛剛你都講過 這麼好 如果 一開始就有困難 為什麼還要公布說要去這個國家呢 導致今天這麼難堪 我想 當初在公布的時候 事實上 我們也得到一些訊息 是有可能調整的 那我們也不希望說 因為一個國家 可能會發生 發生這個 這個行程調整 而把另外三個國家 通通都不這個 沒有沒有當然 當然 你這些都是國家為主 是 不可怕 那 我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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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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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